担心小编们别用力太猛 前面就有报道 报道说什么呢 说这个要消除孔一己文化 那现在呢 什么叫消除孔一己文化 就是说不要像孔一己这么酸臭 你读过书有什么了不起 你读过书你也可以送快递 你大学生你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清华博士都送快递 就是要为领导们解困 说要你们自谋生路 这个就业的困难怎么办 现在又上了一条 00后大学生边读书 沿着边创业营收1800万 这个学生是哪里的呢 是叫王淑和 是湖南大学金融以统计 金融专业的这个大四学生 我看看知乎有人知道这个人吗 卖的是啥东西呢 卖的是这样的所谓的文创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买这种东西 是吧 一下要政府采购 那1800个亿也可以 比如说1800万了 这个从制作 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下面有买家才干 没有买家 谁敢呢 投资啊 弄个碗弄个块 是给卖给谁去啊 看看知乎有人知道这人吗 这人用力过猛 我觉得有一点 王淑和的父母 看了一下王淑和的情况 跟两个人绑定的关系很深 一个是叫王建军 一个是叫洪心 应该是王淑和的父母吧 王建军在湘潭国资委旗下的多家子公司 做过法人 业务涉及投资 武装押运 承建服务 后来自己开公司 主要做农业方向 其中一家占股90%的公司 资本 6000万 这种家庭在湘潭当地是非富即贵了 王淑和 湖南大学金融已统计学院 湖南 和服文化科技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新火 方华品牌创始人 最强大脑 全国单向前十强 被授予什么怪财 偏财 用于称号 人有个爹 是吧 这个爹 有国字号的爹 我也不知道大家啥感觉了 看到这种东西以后 是吧 要去除孔义己文化 不要算